我們來看看這個跑馬燈怎麼玩 那麼我們的這個LED點矩刃 您可以先找到我們那個盒子裡面 盒子裡面你先把那個硬體你把它拿出來 這個硬體你可以先把它拿出來 裡面呢 在這邊 昨天上國中社團的 有同學就把這個白色的就把它拆開來了 因為下課的就是說要把設備收起來先拆一拆 他想說連這個順便拆一拆 好來您看一下這個請問有幾顆 我們LED燈是不是只有一顆 這個上面有幾顆 64顆對不對8864 但是呢等一下我們還需要除了這個以外還需要什麼 您的這個杜邦線但是需要的是什麼 公跟母的 好有一排是公跟母的 那我們這邊呢會用到五條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線 你要一起用也可以 或者把它拆成五條五條都沒有關係 因為杜邦線每一條都是獨立的 也沒有說分顏色 也沒有分顏色 不過原則上 因為在使用習慣上一般比較亮的顏色 會當作是正極 那負極通常是比較灰色的或黑色的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們現在沒關係 我們就把這個線你可以把它拆開齁 就一半一半 五條五條 把它分開來 好把它分開來 那一般呢 我還有特別寫一篇部落格的文章 來探討 到底是一條一條的杜邦線比較好用 還是一排一排的比較好用 這也是要探討一下 因為有些人 玩久的他喜歡一條一條的 但是剛開始玩的人 比較喜歡一排一排的 各有優缺 那我覺得剛開始我們玩的時候 我喜歡一排一排的 是因為我上次一排一排都接的很照那個順序 我的排那個接線比較不會看錯 所以一般我在接的時候我會這樣子 比如說我這邊 我把這裡的接頭 我需要把這個畫面再放大一點嗎 可以嗎 可以 再大一點點好的 這樣 好 那麼我這邊呢 你看我現在是不是有照這個順序了 等一下要接的時候麻煩你接在哪裡 接在這邊 接在這邊 接在這邊的 另外一邊他其實是串接用的 也就是說我LED點舉證 像我們一般 好碼燈是比較長的 他可以串接起來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用這種串接 基本上因為那個電壓不夠 所以你沒辦法串起來 你要另外額外提供電源 所以我們是接在這邊 那您稍微看一下這裡 我們簡報的第幾頁 在簡報的第90頁 所以我這邊也有這個圖 有沒有看到我們待會兒要怎麼接了 好 VCC原則上這邊的 因為LED點舉證比較多顆 所以他用的電位比較多 大部分我們會接到5伏特這裡 VCC就5伏特 但是你接在3.3也可以 但是3.3有的啦 有的有可能會 你全部沒有辦法全部都亮 因為電壓不足 有可能 但是也有一些是OK的 所以要看行星 好 那第二個 待會兒呢還有一個接地 接地比較沒問題就接地而已 那另外呢他有三條 三個腳位是訊號線 好 三個腳位是訊號線 我們就分別接到 16 14 跟05 好 我盡量不接到這個有毛毛蟲 剛剛有解釋過原因嘛 因為這些有毛毛蟲 是跟三色LED都有共用 那麼0AD就是我們講的A0 有沒有剛剛光明 是跟他共用的 所以我也不接這邊 這樣了解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來試看看 來看我這邊 我是這樣接 我先把線整理好 一個一個對好 我現在就 你可以一條一條接 也可以怎麼樣 兩個三個 或者你比較厲害的 你要一次五個 我也不反對 好 我就會像這樣 把它先對好之後接上去 好 但是記得 你在擦上去的時候啊 用指甲再往前頂 有沒有 把它頂到前面 把它頂到前面去這樣子 盡量不要就是露在外面 那如果你覺得 我一次要推兩個 推不進去 你就一個一個慢慢推 好 那你在哪的時候 順便留一下 因為後面說真的 還是有那個 尖尖的 尖尖的 所以稍微留一下 尤其像我們在上 小朋友的時候 都會請他們再注意一下 像LED燈有沒有 也是尖的 所以像 外面現在有那個什麼 有在推 比如說 麥可比特啊 英國BBC的 他們就是專門針對小朋友 他們就比較沒有這種尖綴的東西 所以 這個是 各位 在使用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的 記得 記得 盡量照你什麼 原本排線的那個 順序 這樣來接 你接到裝置的時候 有沒有 我這樣就很整齊 對不對 這樣很整齊 我們待會兒 再接到這個開發板的時候 你就比較容易 不過呢 各位 接到開發板 請先做一件事情 請問我現在有沒有接電 有啦 不然怎麼會亮起來 LED點舉證沒接電 沒有錯 但是開發板有接電 所以請你先斷電 像這個 LED點舉證的話 如果 你沒有斷電接進去 你是不會亮的 也就是說 它需要通電的時候 做一個初始化 做一個初始化 所以 你要一定要先斷電 先斷電 那你可以把你的LED燈 就先把它黏回去了 好 就可以先把它收起來 好 那 您看這邊 我的第一個 VCC 有沒有 這個是VCC 對不對 電源 我就接到這個VCC 所以我的是棕色 棕色 我就找到我這邊 開發板上的VCC 不要急 看對再接 顏色跟我不一樣 沒關係 因為每一條都獨立的 第二條 是什麼 是GND 是接地 是接地 所以我就翻過來 在另外一邊 在這裡 GND 好 我就把它接上去 好 第三條 我們在這邊 第三條 我拉過來一點 第三條 我是接到16 對不對 所以 第三條 我的是橘色的 我的是橘色的 所以我找到橘色的 我把它接到16 不要急 一個一個接 不然 萬一這個壞掉 啊 燒壞掉是110 對啊 來 然後呢 第四條 我的是黃色的 黃色的 所以我接到14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沒有模擬器 最大好處就是 你沒有這種設備 壞掉的問題 而且你可以亂玩 但是 真正在接的時候 你就不能亂玩 因為有電器的特性 對不對 那設備的特性 就要注意 好最後一條 我是綠色的 我是接到05 所以就翻過來 接到05 這樣就好了 好 所以你 先確認一下腳位 再檢查一次 有沒有都OK了 如果沒問題 你再把它插電 像這種 我在 像小朋友的時候呢 我都會說 拿來前面 我檢查過再檢查 欸 不然你講一次 講兩次 講三次 還是會有接錯 哈哈 所以都檢查過之後再來 齁 那有的插上去 他可能就全部都亮了 那有的沒有 但是沒有關係 不用害怕 不會爆炸 呵呵 這樣 硬體接線有沒有問題 對 你看像那邊有沒有 就亮起來 不過說真的啊 其實LED燈真的不太適合 直看 因為會不舒服 很亮 齁 好 那麼這個接好之後 我們順便把積木 接起來一下好不好 硬體的積木齁 您可以到這邊 來 剛剛那個我就丟掉了 這個我就全部丟掉了 欸 這個補充一下 如果你覺得你剛寫的 想要保留一下怎麼辦 好 不用 不是到這裡來喔 是 右手邊這裡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個鏈子 欸 你按一下 會產生一個你專屬的網址 有沒有產生一個專屬網址 這樣你給人家這個網址 他就會進來這邊 好 就進到這個積木層次裡面 但是在這裡可不可以直接複製 不行喔 你在這邊有沒有辦法直接複製起來 不行 但是沒關係 請問這裡有沒有變 網址有沒有變 有 所以你只要按下確定 把這個複製起來就好了 了解嗎 所以你寫的層次 你要保留下來 不會浪費掉 不用把它保留原子檔啦 不用 不用說進到這邊 除非是你要自己做網頁才需要 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把這個丟掉囉 丟掉 現在呢 我們就找到LED點擊證 LED點擊證不會回傳數值 所以是屬於什麼 原件模組 打開 跟我們剛剛的那個很像 LED燈很像 對不對 只是在下面這裡 好 在下面這邊 原件模組裡面有LED點擊證 你按下去呢 就會看到 這裡面呢 因為它有三個角位齁 所以我們硬體先完成 來 丟出來 第一個 硬體的部分 但是我的角位是接在16 14 跟05 一定要對喔 你的可以跟我不一樣 但是 一定要跟你自己的一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對不對 那我們先試看看到底會不會亮 因為我這樣只是把硬體接起來嘛 我們顯示一個東西出來齁 來 LED點擊證 有沒有個顯示圖形代碼 第二個 你把它丟出來 那我們呢 就實際 實測看看喔 你的如果會笑了 欸 就成功了 如果不會笑的 人家常常會說話 就表示 欸 可能你的接線有錯 或積木有錯 那我們就回去檢查一下 到底是積木問題 還是什麼 硬體的問題 對 是不是 有人 人員